家裡變成溜冰場 地板屍 牆壁屍 還以為自己是孫悟空 住在水蓮洞裡 一刮天花板全是水 腳一翹 拖鞋立刻滴滴答答 對著鏡子來一張自拍 卻看不到人 中國廣東省四號氣溫 持續回升 以廣州市為例 截至五號上午十點 已經連續升溫三十六小時 累計十點六度 回南天跟著發威 讓外國人打開眼界 就連過年剛貼好的春蓮 也被嚇到花容失色 廣東的回南天實在是太恐怖了 打開手機一看 濕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七 衣服曬了好幾天都不乾 甚至還能擰出水 飄出陣陣美味 我就在想 我是穿濕衣服還是搜衣服呢 廣東人一夜晉升潮男潮女 原因是冷暖空氣交鋒 讓暖濕氣流中的水蒸氣 液化產生的大量水珠附著在家具 地板 牆壁等物體上 連門外人臉識別密碼索 也披上一層水霧 失道認不清主人 對抗回南天除了在樓梯間鋪缠入電子滑 在家裡就靠這一招 先把家裡的門窗都關閉 然後把所有空調打開制冷模式 氣溫設定二十度 幾個小時後在家裡的水都被吸乾 再把空調改為除濕模式 好消息是六號開始 就算不開冷氣 也能跟滿屋子水珠說拜拜 因為新一波冷空氣即將報導 日平均氣溫將會下降 攝氏四到六度 預計緩解回南天現象 暫時告別撐著傘 驮天花版的日子 夏天新聞 劉絕魚報導 日平均氣溫室